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突然留在高雄原山饭店 听说是要撤返民进党的地方山头来支持他 有没有这回事 现在自由时报记者 已经兵分数路他们去探查真相 结果呢 我们等一下会有最新的综合报道 OK 那么最近陈水扁呢 他已经宣布不再参加市长公办证件会 有人说他是躲起来选 那么你认为呢 他是散的庙 就是不要为其他的市长候选人造势 所以散的庙 或者是他是恶意的缺席 还是他应该把时间省下来陪陪老婆 你赶快打电话进来 今天时间不多 而最近陈水扁虽然不参加公办证件会 但是他要来我们预付总资讯 为什么呢 因为他获得美国时代杂志 票选为跨世纪的百位的领导人 所以陈水扁有话要说 比赛收 比赛 比赛 大远老爷爷爷爷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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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预呼 你是说这一期的时刻 他们选我作为未来跨世纪的 这个领导人之一 当中我被列为100位 这个领导人之一 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这个证明我们的阿兜阿兜阿兜是有眼光的 但是我想最主要的是 这个选上了这个100位的领导人 我想我没有用会选 我绝对没有用会选 但是我想选上了这个东西的话 对我来讲当然算荣幸没有错 但是我还不是很爽 我想我要真正选上未来的台北市长的话 我才会很爽 好不好 现在都有这个眼光 台北市民你们选我好不好 好不好 不是人家说你证件会都不出来参加 根本是躲起来选嘛 有这么严重吗 我阿兜有躲起来吗 我现在不是人就在这个地方了吗 我想这是对手要刻意要答备我 要抹黑我的手段 我想我在这边要特别解释一下 那就是你看我虽然不参加公办证件会 但是绝对不是表示我阿兜会被人家看扁 因为我想做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最主要的不要是在街头上 跟大家所谓的义气用事 你打我我打你 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成熟的政治家 只需要有情有义有果断 能够很理智的为台北市民考虑的 这样子一个政治家 所以成熟的台北市民 请你选我成熟的阿扁好不好 阿扁已经成熟了 阿扁已经成熟了 好不好 可是当初这个捷疫系统 人家说是因为你阿扁那时候当市医员 并没有监督得很周到 有没有这回事啊 有这回事吗 我想这又是对手抹黑我的一种伎俩 我想当时大家在市议会 审查这个捷疫的时候 我阿扁因为蓬莱岛的案子 我被关在看守所里面 那个时候我在看守所 我能够花言吗 我能够审查硬赛吗 我能够钝对这个捷疫来花言吗 不可能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 真的要负责的到底是谁呢 我想最重要负责的是 我们的另外一位对手 请问一下他那个时候 如果他不在这个看守所里面 他在哪里你们知道吗 在哪里啊 他在厕所里面啦 所以 看守里面 新公園办什么年轻人的第一次约会 你就是要教人家那种 勇气的第一次给你啊 没有…绝对没有这回事情啦 我想有人说 我是要骗年轻人的第一次 但是绝对没有这个事情 我想年轻人的第一次有好几种 我想最主要是 我希望说他们既然 这个第一次有投票权 就应该把这个第一次交给我阿扁 如果说他们能够愿意把这个第一次 宏洩给我阿扁的话 我阿扁绝对不会顾误他们 我一定负责到底的啦 我绝对不会死亂中 大家就死亂中气啦 好不好 好不好 把你的第一次给我 第一次给我阿扁 阿扁你很红耶 所有的诗言都什么 阿扁的臭烂兄弟啦 阿扁的…什么兄弟啦 阿扁的姐妹啦 阿扁的文政老师啊 阿扁一组喔 这个我阿扁的 有人说我阿扁身在红了以后 就可以当母鸡了啦 主要母鸡就可以带小鸡 我要请这些年轻的小鸡们 年轻的小朋友们 出来亮相 跟大家见面好不好 你们同时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阿扁是 他是阿扁的左手啦 我的左手喔 你是 我是阿扁的右手啦 右手… 你是誰啊 我是阿扁的打手啦 我朋友就不是碰力的打手 就是我阿扁打擊特拳的手啦 打擊特拳… 請問一下你是 我是阿扁大學上架部的 你什麼上架部都出來了 我想這個只要你们是 我正義標準的話 你們都可以上來跟我握手好不好 快樂一萬單追命好不好 好不好 各位 你也是要來跟阿扁握手的嗎 我不是來握手 我是來拜拜的啦 拜拜啦 阿扁都以老打水扁 阿扁都以打水扁 又求比一打水扁 各位非常緊張之之一 兩邊的比數非常的接近 你要打電話要趕快打電話進來 OK 那麼我們剛剛一開始的時候就講說 宋楚瑜在高雄原山飯店 燕客是整備撤返這個民進黨的地方三頭 有沒有這回事 現在我們請自由時報記者為我們做最新的綜合報導 自由時報記者請說 我是自由時報台中記者林柏芬 是 省黨候選人宋楚瑜現在仍在澎湖參加置辦證件會 他否認有撤返的動作 他說今天在高雄原山飯店是約見養雞養鴨協會人士 沒有跟其他的政治人物見面 是 不過國民黨省黨部主委中榮基承認確實有從民進黨陣營當中 爭取到一部分的票員支持 他不願意用撤返的字眼 但是用有票必爭 中榮基透露說在在野陣營當中 願意支持國民黨送水的人士各地都有 包括高雄縣瑜伽班旗下的大將楊章銘縣議員等人 新竹縣長范振中的旗下大將 以及宜蘭縣長游錫坤的大小莊 都已經有人表態要支持宋楚瑜 是 那麼民進黨這方面認為怎麼樣呢 民進黨當然是嚴厲駁斥啊 是 OK 好 這個請您自由時報記者 請您再繼續注意這個事情 OK 各位最近坐計程車 這個是選舉期間特別的敏感 那麼有一次我坐計程車 那麼他的聲音太大聲 我請他稍微小聲一點 結果氣氛有點緊張 可是後來他彎過頭看到我的時候 他說 怡夫啊 結果他就把收音機轉小了 而且這個不要錢 OK 那你坐計程車你會害怕 不要緊 休息一會兒 我帶你們去坐 10月26號 一位表明支持新黨的乘客 被計程車司機殴打全傷 10月31號 一群計程車司機 抗議層這邊總部遭人砸毀 普通前往張洛康競選總部 懷疑顏色 11月3號 一位車上插掉黃大洲旗幟的一交隊員 被三名男子攔接擋下一路追打 休息這一員 從以少數計程車司機為主角的 街頭暴力事件 把計程車在今年選舉中扮演的特殊角色 推到備受爭議的最高點 看計程車司機的兩天 現在這個計程車司機最大嘛 沒有安全感這樣子 希望他們能夠盡量的蓋機嘛 對不對 那個 不然的話 我們就是真的寧願走路 一面騎嘴 一張貼紙 一頁海報 這是民進黨候選人的計程車 每天來的陳定南 陳水扁 張俊雄 穿出在大街小巷 人海車流裡 好像一直流動的文宣部隊 會跑的廣告 這就是建車在今年選戰中 受到特別矚目的開始 你叫叫數年 台灣的選舉 我從來做民進黨的 不分工 早上玩 不分工 早上玩 這麼好的造勢效果 當然引來其他政黨的分歧效遊 沒多久 一場參黨候選人 比戲識別苗頭的建車騎海大戰 就這樣在台北市的街頭展開 但是 隨著台北市選情的一路升高 原本單紙只是交用工具的計程車 終於從選戰出席的廣告車角色 進而演變為最受正義的火戰車 不但為國內的選舉暴力 寫下新的模式 也逐漸殃及無辜 我們差不多有八九部的車子 車這個車窗啦 這個玻璃啦 還有被他們損壞啦 人也被打啦 是一個我們的支持者 搭全民計程車 表示他很累 不想太吵 那麼請司機把台灣之聲開小聲一點 以後那個司機就打電話給 另外三台全民計程車 把他載到五股交流到附近 圍毆他 因為政治理念不合 支持對象不同 檢測司機毆打乘客 搗毀車輛 破壞候選人總部的暴力事件接連發生 為混亂的選戰更添不安氣氛 事情為什麼會發展到這種地步呢 駕駛員中他這個 對於這個車行的不滿意 對於這個收入的不滿意 他是存在他的心中的 因為他的家庭生活壓力很大 他政府也沒有對他有關愛過 也沒有任何的一些照顧措施 或福利措施出現 那這種情況長期壓抑下來以後 他的工作又閉鎖在一個小的環境 那這種心理狀態是非常容易被人家觸發的 所以只要有一個人點一把火 這個就轟然一聲 事實似乎的確如此 談到有關自身權益的問題 不論什麼立場也不管什麼車行 今天司機都有一肚子的不滿 我買一台車剛才這台要五十幾萬 一支牌賣我十二萬 結果電器的名字不是我的 每一台方位要加一千八塊 現在車撞到他的意外線沒有處理 一支五百五支牌 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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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什麼時候聽他講過 他覺得他很懂政治 當你有這麼多資訊 這一是幾乎資訊爆炸的時候 你怎麼表達 那對誰表達呢 就對他身後 身旁邊的 或者是後面的 這個乘客來表達了 然而選舉似乎就是一場 只求選票不問事實的戰爭 這連串令人感到沉痛的 選舉暴力問題 經過政黨和候選人 惡性競爭下的扭曲 結果只剩下陣營間 為了爭取選票 而相互叫嚣對罵 民進黨呢 是不是暴力 一看就清楚了嘛 大家心知肚明嘛 但是現在你去看 掛陳水扁的旗子的都沒有問題 掛新黨的旗子就會挨打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掛 全民計程車行好像 已經變成陳水扁的司法警察了嘛 這明明是 由於心動要把他全民放進車 這個車好保持出來 竟然查到 這幾次都不是全民放進車 輸去連去的會員 任何的暴力威脅 不尊重我們的乘客 不尊重我們的乘客的 自由意志 不尊重他們的嚴格尊嚴的人 我們都反對 我們都拖去 服役所有的相關的 這一個機程車的這個聯誼會啦 這些團體也能夠查明這個真相 我相信有很多都是一種整個我們的對手啊 也許是他們來這一個栽贈 你攻擊我反駁你抹黑我澄清 你說反暴力我放和平哥 現象背後的問題還在那裡 而事實真相也越來越模糊 我們當時詢問當事人的時候啊 我們就是說請他 他有沒有注意到車號的問題啦 他只是說 插有陳水扁的車子 那插有陳水扁的車子並不代表一切 那全軍人是做製造陳水扁的 所以這個就等於陳水扁 所以就把陳水扁加上暴力 那在我看呢 這種邏輯的推延 事實上也是一種暴力 更諷刺的是 面對這些讓一般市井小民擔心害怕 不曉得什麼時候又要發生 會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選舉暴力 我們大有為的政府 除了口頭譴責書面簽署之外 具體的行動又在哪裡 各位我們的電腦語音投票已經停止了 那麼主張陪老婆的最多是 一萬六千七百六十四通 OK 所以今天陳水扁心情非常的好 我想應該陪陪吳淑貞一起笑 那麼這個結果我們可以看出 我們的觀眾呢 不但有幽默感 而且有情有意 但是別忘了 你也要多多陪陪你的老婆 OK 明天李濤的大選大家談之後 請記得收看 漁夫的選舉萬歲 拜拜